最有回憶的應該是臘腸飯 我喜歡外鄉下的鹿油皮 我最喜歡一道家常菜是番茄炒蛋 因為好吃 鹿油皮便宜 我差不多六年班中一開始 我就要煮飯給我和我爸爸吃 我又很懶 所以最方便就是做臘腸飯 因為你洗了米 然後放兩條臘腸下去 然後按著電飯煲 那就搞定了 小文小時候 他爸爸很喜歡做道小平安和梅菜球肉 有機會是因為小文的媽媽喜歡吃 所以爸爸就經常煮這道菜 對於小文來說 這兩道菜是一種回憶 香港的撈麵 乾炒 沒有一種菜可以替代到滑滑滑滑的感覺 最喜歡吃的家常菜 這是番茄炒蛋 菇佬肉 蒸水蛋 因為蒸水蛋 其實真的很容易煮的 這是我小時候 我媽媽很喜歡煮給我的一道菜 而是我對於他最多和你沒意的一道菜 我有個兒生 他不喜歡吃東西 不過我有一次 我說 這個是我最喜歡吃的菜 菇佬肉 然後他吃了一口 然後他就說 這個是我最喜歡吃的菜 真的好吃 我超喜歡吃的菜 讓我吃東西 емся吃的 你吃的 好吃 好